地貌德前书第二章 首先,我劝导众人,要为一切人恳求、祈祷、转求和谢恩, 并为众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人, 为教我们能以全心的前进和端庄度宁静平安的生活。 这原是美好的,并在我们的救助天主面前, 是蒙受悦纳的,因为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 并得以认识真理。 因为天主只有一个,在天主与人之间的中宝也只有一个, 就是降生成人的基督耶稣。 他奉献了自己,为众人做赎将, 这是在所规定的时期已被证实。 而我也是为了这事,被立为宣道者和宗徒。 我说的是实话,并非说谎。 在信仰和真理上,做了外邦人的教师。 我愿意男人们在各地举起圣洁的手祈祷, 不应发怒和争吵。 又愿意女人们服装端正,以廉齿和庄重装饰自己, 不要用卷发和金饰,或珍珠和极奢华的服装, 而要以善行装饰自己, 这才合乎成为前境天主的女人。 女人要在沉静中受教, 事事服从。 我不准许女人施教, 也不准许她管辖男人, 但要她安于沉静。 因为亚当是先受造的, 以后才是恶娃。 亚当没有受骗, 受骗陷于背命之罪的是女人。 但她若持守信德、爱德、圣德和庄重, 借着生育必能获救。